那不如帮我们分析另一只公布了季绩的Bilibili 因为都见到是比预期差 所以我来说股价跌比较多 经营规矩 经调整的正规矩是扩大了6.7 即是第三季 如果是按年比较的话 那怎样看来 如果有货或没有货 投资者可以如何部署Bilibili 在这个季绩之下 其实也很有趣 可以先说一下股价走势 其实你看看昨天的时间 很有趣的 它刚刚去到前高位 即是大概七八十多元的位置 即是之前的顶 你看到其实这些位置 很明显就是要爆上去 因为破了前高位 但如果这些位置你破不了的话 一旦回调 它就变成像长方形形态那样 即是以下方 可能是五百元松一点的位置 所以如果这一下 说真的这一下破不了上去的话 反而真的要小心一点 看看是否真的走回那个 有长方形的形态这个情况 但是业绩表现的话 有些可惜的 其实如果以往的时间 你看到它的表现 它那个营收的增长其实是厉害的 其实是可以的 即是以往的气氛好的话 如果你说以这份业绩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OK收货的 但是问题是 再看它其他方面 它那个毛利都好像是受压的 你看到它都好像是差一点 我印象中好像是 因为它的成本的增速更加之快 另外就是你看它的业绩表现 它真的还是亏损 因为其实这类公司怎么样呢 就是说 它的那个收入没错 增长很厉害 但是它的亏损 不但没有减少之外 还扩大了这个情况 当然它们钱多的 因为它们上了市之后就了支 就是香港上市之后 就了支之后 它们还有本市可以再收下钱 但是现在大家看这类的股份 就是说真的会比较上是审慎了 所以为什么它的股价 你看到现在本钱这些市的时间 跌幅都不小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些股份没有 有货 我都觉得有货 都要正如刚刚提升到 你破不了那些七百多元这位置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要走货的 甚至大家如果你有货想买的话 反而都是贪心一些 看看有没有机会 真的可能回到之前 可能五百元松一点那些位置的时间 你才再拨去 拨去 然后打到底之后 你才拨去那些位置再拨都没有事